40多年高炳经验的师傅 碰上了经济不景气 被老板解雇了 中年失业 求职也不顺利 就兴起了创业的念头 不过一开店就碰上了塑化剂 跟毒淀粉的食安风暴 不过他逆向思考了 注意这个原料的挑选 而且也研发出了少油少盐 吃起来却不失浓醇好味道的起司塔 一推出就深受女性的喜爱 为了要拓展订单 原本不会滑手机的他 还去参加了政府的就业辅导课程 努力地充网购的订单 因为失业而创业 他的人生下半场更加精彩 高品店搬新家 升级2.0版实体店面 网络人气夯店桥迁开张 婆婆妈妈使吃哄人茶 不要让人打借口 从虚拟世界走出来的 就是刘师傅 闲暇时在柜台前招呼客人 但多数时间刘师傅都在工作室 跟面粉 奶油 奶粉 糖等原物料 祸在一块儿 饼干 面包 糕点 什么都难不了他 能做出客人齿颊留香 回流率高的产品 就是刘师傅最大的成就感 刘师傅的牛舌饼长得跟牛舌真的很像 带有厚度以及层次口感 跟宜兰的薄萃牛舌饼大不同 先把牛舌饼进口的奶粉过筛 让他们都变成最细小的个体户 不和别人勾勾底 细致的奶粉和面粉 有如雪花纷飞 把麦芽糖货入面粉奶粉中 靠这个麦芽 把等一下那个 我等一下还要放糖粉 还有奶油 还有蛋 要下去打 它的作用是把这个凝固 你没有靠这个凝固 没有靠这个它不会凝固 像是龙絮糖一样 刘师傅施展魔法 让面粉奶粉会堪息 另一头刘师傅把奶油放入搅拌机 把肝肌的奶粉等原料 倒进机器里一起搅拌均匀 倒出来后 刘师傅再帮面粉团做SPA 手工搓揉压捏增添弹性 等到饼皮也打好了 繁复的功夫才要开始 这个皮大概220公克 这个大概有10个 约220克的饼皮面团 由师傅敲手一捏 均匀捏出10个小面团 再把内馅包入饼皮中 这个手很准 这到那边请 你虽然号称手工 其实你已经有点机械化了 是吗 是啊 是啊 你看 我称给你看 1.07 差不多 我的手就跟机器一样 捏出来的东西都是差不多重 差也差不多零点几公克而已 刘师傅的神准伯阿柱其实是因为从小就跟故障学做西点 算一算现在已经超过40年老资历 只不过年纪大并不代表思想LKK 像是这牛舌饼 刘师傅就赋予他千层的厚实感 因此光是一块饼 这道压平拉直卷成长条状的勾法就要反复做上好几回 擀成牛舌形状后放入烤盘 涂上蛋汁让饼皮颜色鲜亮起来 再用叉子刮上几道痕迹当作刘师傅出品认证 然后在饼皮上戳上几个洞 让这些小baby要懂得低调别太痛哄 有薄薄的烤盖得很厉害 不然你太厉害 烤得很厉害 这些饼皮都没进去 就都泡沫了 180度的高温烘焙20分钟的陈浅 烤出牛舌饼千层酥嫩 以及松软微甜的麦芽线 这饼皮的口感也不错 很好吃 对啊 很酥 酥酥的 很瘦 不错 一种地盘吃 不会很甜 对 现在人家不想吃得甜 看准了少糖低盐的产品大受欢迎 刘师傅2014年推出号称 不胖的柠檬chista 酸酸甜甜又散发出浓浓的 起司香气 内馅得隔水加热 让在冰箱里保鲜 顶口口的奶油 起司软化 然后搅拌均匀 加入蛋汁 调出完美比例的起司内馅 在饼皮中注入浓醇的起司线 这道程序别人用机器做 由师傅用手工精准的前冲 表皮涂上蛋汁当作黏着剂 因为待会还要在塔上覆盖一层饼皮 美工做造型后送入烤箱 切开对面来看 雪白颗粒的起司镶嵌在内馅中 饼皮酥脆扎实 看起来热量很高 但是刘师傅的产品配方 少点糖 少点盐 素重健康比例 吃起来却不失浓醇好味道 让女性消费者特别青睐 感觉吃起来好Q喔 然后香味蛮浓的 香味蛮浓的 内馅也很好吃 其实店里的糕点产品 多达数十种 这么多的糕饼配方 要添加面粉 糖 奶油等原料 怎么调出黄金比例呢 复杂的调配工事 都在刘师傅的金头脑里 就连糕饼送进烤箱的时间 刘师傅也不看计时器 凭经验靠感觉 时间到了就知道要去打开烤炉 虽然拥有一身好本领 但刘师傅高炳这条路 走得很坎坷 2008年西枝白白 一夕之间失去工作 没了收入 我在那边坐了十年 就十年之后碰到2008年 金头荒报 被那个老板解雇了 解雇我们到处要去找 这个高炳店的工作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超过五十了 人家这个联事武艺也有 人家都不想请那么高的联名了 后来就是当了水泥工 水泥工到处都水泥工 水泥工也是有经验的 对不对 那个老板要叫你做工 也是很困难 水泥工有一顿没一顿 后来刘师傅参加政府的 就业辅导计划 2008年创业卖糕饼 结果又碰上了 塑化剂毒淀粉食安风暴 让刘师傅在挑选原料食材上 特别留意 后来靠着辅导人员 帮忙架设网站 努力滑手机 从LINE的团购订单 慢慢生意渐渐有起色 营业额从6万元攀升到20万 刚开始是很吃力 怎么说吃力啊 不会 你什么都不会 你要弄什么网路 什么都不会 有时候还找朋友来帮忙 还是叫我女儿帮忙 我女儿她年轻人嘛 她比较会懂这个网路的操作嘛 从对网路一蹶不通 到在网购市场抢下一席之地 年过半百创业虽然起步晚 但不能输的精神 让刘师傅不断地推陈出心 用糕饼甜点收罗网军的心 我是小姐 lim适家 0 owym 手臣 ti aspect